在这世上,只有少数人能清楚地听见来自内心的声音 只有更少数的人能听从内心的声音而活 不过这种人要么成了疯子,要么成了传说 20世纪初,美国骑兵上校威廉厌倦了白人队印第安人的杀戮 为了躲避战乱,上校带着印第安老部下医刀 在辽阔的蒙大拿草原放牧隐居,过着与世无争,知己知足的平淡生活 上校有三个儿子,老大弗雷德,成书世故,温文尔雅 老三塞缪尔,天真纯良,富有理想 至于老二Tristin,狂野不羁,浪漫随性 用弗雷德的话说就是,教养不如狗 然而,无论是上校还是医刀,最喜欢的都是Tristin 医刀从小就教导Tristin猎杀的乐趣 当猎人取出猎物的心脏,就要握在手中 使猎物的灵魂得以释放 医刀承认为Tristin很难长寿 在他出生时,母亲以沙贝尔差点因他死掉 他天性就酷爱,以身色险 这天晚上,Tristin只身来到丛林深处 Tristin受伤了,但他却收获了战利品 父亲和医刀都对他投来赞许的目光 草原生活疲累苦寒,孩子们的母亲出生贵族 因为人受不了这种与蒙兽为伴的荒满生活 选择离开丈夫和孩子们回到了城市 不过夫妻二人一直保持着亲密的书信往来 1913年,亲爱的以沙贝尔 我不会笨到想要改变生活 但在这样的荒地,我唯恐抚养不好孩子们 我只是个受训的老兵 对他们又有多少了解呢? 亲爱的威廉,你一向都太有责任感 孩子们会有他们的路 他们任性,但我们能责坏他们的任性吗? 我有一个好消息 塞缪尔在哈佛大学邂逅了苏珊 两人已经订婚 他们会一起回蒙大拿见她的哥哥们 希望你能尽量和蔼可亲一点 让苏珊能多一点感受到家庭的温暖 她从小父母双亡,感情脆弱 我认为她觉得在世上颇为孤单 但现在她找到新家了,不是吗? 上校极为重视 带领长子弗里德亲自迎接 悠悠白云,畏畏藏空 七七芳草,徐徐长风 一行人有说有笑 苏珊对这片原野充满了好奇 忽然从森林里走出来一个少年 骑着战马,驼着战绩,凌凌而来 苏珊迷眸闪烁 崔斯定完全不同意她的兄弟 也不同意这世上的大多数男子 崔斯定用她那炽热如火的目光 欢迎着苏珊 寒暄过后,一家人有说有笑的回到了家 蒙大拿的草原 看似令人心旷神怡 但大多造访者都会因及荒凉而心生厌恶 所有人都以为苏珊会难以适应 可骑马放牧,扛枪打靶 苏珊样样都学得来 并且享受其中 这个九雀女主人的家庭 更是因为苏珊的到来 找回了久违的教养与温馨 福利德和崔斯定在一旁静静聆听 看着三个儿子们共处一室的静好话劝 上校心满意足 他感激主的恩赐 同样的,苏珊也在这个家庭中找到了缺失的温暖 兄弟三人也有了唯一一张合影 赛米尔和福利德时刻都陪伴在他的身边 或游戏或畅聊 深怕他被冷落 而塞米尔更是担心 自己没办法让苏珊满意 你都很好 在你所想的做的 我确实会是同样的 Tristian,真的吗? 我们谈到我的未来的妻子 你不会把她的妻子 没有 没有? 没有 我设定要跟她 崔斯定一如往常 大部分的时间都在马背上驰骋 没有因为苏珊的出现而有所改变 记得有一次 操场有一批无人能驯服的猎马 所有人都放弃了 唯有Tristian彻夜不眠 即便摔得浑身死伤 也绝不放弃 这种不羁的野性 冲击着苏珊的心 不仅是苏珊 13岁的邻家女孩小依莎贝尔 一生的夙愿 便是在长大后嫁给Tristian 蒙大男的生活就这样 平淡悠闲的流淌 然而欧洲的战火却开始 硝烟士气 德军已经攻破了英法联军的防线 向来富有理想的赛缪尔气愤难平 他想从容救国 但上校深息 战争只是权贵们的荒谬游戏 他不想让儿子们去前线送死 苏珊与上校的意见完全一致 可赛缪尔却坚持起见要去参军 苏珊偷偷掩面哭泣 Tristian撞见后上前轻身安慰 他承诺会保护赛缪尔 直尺之间空气中阴晕着暧昧的气息 Tristian鬼死神灾的轻抚苏珊的脸庞 在这个知晓缺少女性的家庭里 兄弟们并没有太多伦理方面的教养 这使得他们很难压制某些原始的冲动 不过接下来 二人就被弗雷德那难以置信的眼光打断了 1914年10月14日 亲爱的以沙贝尔 今天我们的儿子离乡背景 去捍卫他们从没见过的英格兰 我无法阻止他们 我想方设法不让孩子们接近杀戮 可现在他们却要去寻找他 真正到了战场上 塞缪尔才开始感受到战争的残酷与荒谬 可他依然不愿承认自己的鲁莽 多亏了寸步不离的Tristian和金鱼算计的弗里德 不分咒业的保护 愣投亲塞缪尔才得以化险为夷 不过弗雷德也在一次战役中 右腿中弹 伤运后就能退役回家 可此时的塞缪尔依然不择不挠 他想向父亲证明 自己也可以在战场上获得荣誉 一次任务中 立功心切的他 瞒着两个哥哥 闯入毒气弥漫的前线侦察 Tristian骑着战马 在枪林弹雨中寻找塞缪尔 一番寻找后 他发现失明的弟弟被困在了铁网上 塞缪尔就这样 怀揣着满腔热血 魂归他乡 Tristian按照印第人传统 忍痛挖出了塞缪尔的心脏 为了祭奠塞缪尔的灵魂 Tristian连夜潜入了敌方军营 此时的塔化身为猛兽 四击潜伏 快速出击 然后割下敌人的头皮 第二天 Tristian带着十几张头皮 宛如沙神一般 蝶血归来 沙敌有功 本可容身 可Tristian并没有临上 因为他上战场的目的 就是为了保护塞缪尔 Tristian消失了 弗雷德带着心脏 独自一人回到了家 家人将塞缪尔葬在了 他最爱的那片山坡上 塞缪尔死了 苏珊本想第二天便坐火车返回波斯顿 但由于风雪太大 上校挽留苏珊等开春再走 他觉得房子里太空了 然而就是在那个冬季 本就对苏珊心动不已的弗雷德 不可救药地爱上了他 为了尊重塞缪尔 弗雷德在目前向苏珊表明爱意 可苏珊却婉拒了弗雷德 东去春来 Tristian终于回来了 苏珊透过沙连 目不转睛地注视着Tristian 弗雷德终于明白了 苏珊为何会拒绝他 经过一段时间的放逐 Tristian终于有勇气面对 塞缪尔的坟墓 但他依然感到自舍 为自己的无能为力 痛哭流泣 晚餐时间 弗雷德处意大发 嘲讽Tristian 今天起码开心嘛 Tristian愤而离席 苏珊追了上去 两个痛苦的灵魂紧紧相依 当晚他们翡彻缠绵 互相慰藉 第二天一早 弗雷德心声怨恨 甚至脱口而出 认为Tristian在战场上 是故意不救塞缪尔 Tristian赫然大怒 插电与弗雷德大打出手 自此兄弟俩心声嫌隙 分道扬飘 伤心的弗雷德 去了大城市发展 凭着精明的头脑 与老练的厨师 事业蒸蒸日上 然而每当深夜 他也会痛苦不已 为兄弟的反目 也为思念苏珊的爱遇之苦 Tristian则与苏珊留在了牧场 过着无拘无束的生活 如若他们能各自美满 也不失为一件幸事 可任凭时光流传 Tristian却依然难以逃脱 没能拯救赛缪尔的阴影 一次放牧中 Tristian撞进了头背铁丝网 缠住的小牛肚 他本想出手相救 可无奈却为时晚矣 这血淋淋的场景 再次勾起了战场上的痛苦回忆 最后为了减轻牛肚的痛苦 Tristian打死了她 这种奇怪的联想与暗示 在Tristian看来绝非偶然 苏珊在闲谈时也提及 以后要是生儿子就叫塞缪尔 生女儿就叫以沙贝尔吧 Tristian深受折磨 性情愈加暴躁 直到这天 一刀说牧场出现了一头熊 Tristian迅急动身 追踪到了灰熊 装弹瞄准就差一发子弹 可Tristian犹豫了很久 还是没有开枪 一刀成天部落的长老说过 当人和野兽互相使对方流血 他们便会合为一体 Tristian听到了内心里 灰熊的声音 静静地在咆哮 如若不驯服她 她就永远无法安定下来 隔天Tristian收拾行李 准备再次远行 每个人都知道她的痛苦 没有人阻止她 只有苏珊不舍地询问 如果我怀孕 你仍会离去吗 Tristian毫不犹豫地上马 苏珊告诉Tristian 我会等你 永远等你 在那个秋风消失的清晨 Tristian策马离开 林家女孩以撒威尔奔跑相送 她眼眸清澈而坚定 她坚信Tristian一定会回来 Tristian踏上了流浪之路 她驾驶翻船 在星辰和大海之间 漫无目的地漂泊 放逐灵魂 沐浴山泉 闯入原始部落 而在家苦等的苏珊 就像在经历一场无期徒刑 一年 两年 三年 冬天 似乎没完没了 她的每一封信 都石沉大海 Tristian音讯全无 直到有一天 Tristian觉得 自己的灵魂已堕入深渊 永远也无法回去了 她给苏珊寄了一封信 我们之间完了 就当我已死 苏珊伤心欲绝 就在这时 弗雷德荣归孤里 她来告知父亲 她即将参选国会议员 但上校却痛骂而知的愚蠢 弗雷德无奈离去 临走时 她发现了伤心错息的苏珊 弗雷德心疼地抚慰着她 这一幕被上校撞见 上校怒辞到 她将会是你的弟媳 弗雷德怒从心起 因为父亲一直都偏心于Tristian 甚至又把当年塞米尔的死 彗雷德与Tristian也有用心 父子俩大吵一架 我还爱她 弗雷德走后 上校一夜白了头 不过Tristian仍旧没有回来 也没有阴性 一年 两年 三年 但一刀相信 Tristian没有死 因为她在森林深处 不时还会听到 那头受过伤的灰熊 发出的怒吼 终于有一天 Tristian带着一群骏马 回到了阔别多年的蒙大拿草原 历经沧海的Tristian 似乎沉稳了许多 此时的上校 中风瘫痪 无法说话 Tristian愧疚难当 但上校却异常高兴 几年前 已经心死的苏珊 嫁给了弗雷德 Tristian难难之语 事情应该是这样的 再次见面 苏珊不禁出神 永远太远了 Tristian 这次见面之后 Tristian选择了 不再打扰 他似乎平静地 接受了一切 一刀说 Tristian心里那只 受伤的灰熊 睡着了 所以他才能够 抽身于世 平静地生活 一别多年 小伊萨贝尔 也长大成人 他依然只为Tristian等候 两人顺理成章地 结婚了 就连Tristian的母亲 也回到了 阔别多年的蒙大拿 参加婚礼 为小伊萨贝尔 送来了优雅和祝福 一切都是那么的 平静美好 世俗安逸 婚后 伊萨贝尔生下一个男孩 Tristian取名为 赛缪尔 当时为了战后重建 政府颁布了 禁酒法案 为了赚钱养家 Tristian干起了 偷印尸酒的生意 但这个发财的机会 却是动了资本家的蛋糕 Tristian收到了 柯伯兄弟的警告 看在他哥哥的面子上 这次就饶了 Tristian一命 不久后的一天 Tristian与弗里德 久别重逢 兄弟俩握手归好 时间仿佛把他们之间的褶皱 悉数抹平 此时的Tristian已有一儿一女 儿子叫塞缪尔 女儿叫里莎贝尔 苏珊百感交集 忍不住落泪 接着 Tristian又去卖了一次失救 他无视规则的天性 已有改观 但仍然无法根除 回家路上 柯伯兄弟带着警员 拦住了Tristian的去路 一个警员拿出冲锋枪 飞着三臂 一阵狂扫 本想给Tristian一个瞎马威 不曾想 榴弹碎片 却夺走了以沙贝尔的生命 Tristian心里的野兽 再次被唤醒 野兽被制服了 Tristian面容扭曲 那种无能为力的感觉 变本加厉的向他袭来 以沙贝尔死后 被Tristian殴打的警员 也重伤残疾 但毕竟是Tristian犯法在先 以沙贝尔的意外在后 在家之科博兄弟背景深厚 杀人者并未受到刑罚 弗雷德回家参加 以沙贝尔的张力 父亲憎恨他的不作为 不愿见他 弗雷德劝Tristian息事宁人 他以尽其所能说通关系 只要Tristian认罪 只需入狱半月 便可平安无事 Tristian全无异议 平静地接受了弗雷德的建议 在监狱服刑时 苏珊前来探望 她对Tristian的爱意 依然炽热浓烈 她曾以为Tristian永远 不会再回来 更没想到Tristian会与 以沙贝尔成婚 苏珊恨透了命运的捉弄 她甚至幻想过 自己就是孩子的母亲 只要以沙贝尔死去 这种期望 她对敢赴前行的 塞缪尔也曾有过 难以置信的死 这些诅咒 竟然一一应验 Tristian极力否认了 苏珊的想法 塞缪尔和以沙贝尔的死 都与她无关 事到如今 Tristian不得不承认 在她的内心最深处 或许也常有这样的想法 出狱后 Tristian开始了复仇计划 之所以心甘情愿入狱 只是为了让敌人放松警惕 在古老的遗失感中 Tristian像一只走投无路的猛兽 猎杀了围剿她的猎物 但与此同时 苏珊也在道德与天性 将就与背叛 苦等无果 与不甘命运之间 徘徊挣扎 如今 她再也无法安抚 内心里的猛兽 带着满腔遗憾 结束了自己 备受煎熬生命 弗雷德将苏珊 送回了草原 她不得不承认 Tristian赢得了苏珊 但她始终都不明白 她遵守所有的规矩 不管是神的 还是人的 是道德的 还是法律的 但为什么 她却输了 而Tristian自心所欲 从不遵守规矩 但却赢得了所有 父亲 塞缪尔 苏珊 他们爱Tristian 都胜过爱她 Tristian无言以对 实至如今 看着那张 青春洋溢的照片 她也开始怀疑 自己是否已被诅咒 为什么爱她的人 全都离她而去 但父亲却清醒地 嘶吼Tristian 绝没有诅咒 可Tristian还是怕了 她收拾行李 再次逃离 可刚走出家门 索命的丑家 就找上门来 Tristian请求 带她去树林里 不要让孩子看到 这时 伤笑一瘸一拐地 走了出来 对于这个中风演习的老头 几人并不在意 然而事实证明 宝刀就算生锈了 依然可以杀人 弗雷德的这一枪 消灭了兄弟间的怨恨 也消极了父子之间的隔阂 父亲老泪纵横 紧紧地拥住弗雷德 就像抱住了多年前那个 父子们共处 一世的傍晚 之后 Tristian把孩子们 托付给了弗雷德 而她自己则再次选择了放逐 一刀曾经说过 Tristian不会长寿 但是她错了 疼爱Tristian的人 都一年早逝 只有Tristian 长命百岁 她是石头 和他们对冲 不管她多么希望 去保护他们 Tristian始于1963年 她的墓碑没有记号 但又有什么关系呢 生命中的险恶 没有什么恐怖 生命中的寄疗 没有什么悲愤 生命中的放纵 没有什么缺憾 生命中的痛苦 与埋没无关 关键是 即使在始终无人 注目的暗夜中 你可曾动情的燃烧 就像那颗不肯安息的 灵魂一样 为了答谢这一段 短暂的岁月 燃情岁月 是爱德华·芝威克 指导1994年上映的作品 对于这部电影 不少人可能都是 先文其身 它的配乐相比于 电影本身 知名度要更高 当然 这其中少不了 央视的功劳 又带大家 重温了一部经典片子 不过说实话 解说的片子越多 我就越是喜欢这种 经典老电影 常看常有心意 常看常有感动 不同年龄段看 看到的东西也会截然不同 跟随着音乐 我们见证了一个个鲜活的人物 从出生到成长 从青年到壮年 从澎湃到消亡 天真探索 热血 躁动 狂喜 大悲 恐惧 平静 幸福 落寞 挣扎 沉寂 这短短的这短短的一生 我们最终都会失去 每个人都曾在无人的深夜 痛苦的根源就在于 没办法完全按照内心的声音而活 道德和规则 不遗余力地压抑着情欲和愤怒 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有一头猛兽 如果无法驯服 我们就永远都不可能获得安宁 对于大多数人而言 因害怕被世俗孤立 他们只能依照世俗而活 而非依照内心而活 如果你的内心并不安宁 如果你的眼里一片死寂 那是因为你的生活违背了你的本意 我喜欢这部电影里的每一个主角 他们要么是勇敢无畏的理想主义者 要么是精明多情的实用主义者 要么是洞察一切的初始至者 要么是被命运捉弄的受难者 要么是痴情不改的坚守者 而Tristin就是浪漫不及的离经叛道者 诚然对于普通人来说 要么鄙夷这样的人 要么崇拜这样的人 但无论怎样 我们都没办法成为这样的人 唯一能让我们内心获得安宁的方式 或许就是在某种程度上提醒自己 在无人注目的暗夜中 至少动情地燃烧一回 成为偶尔听从内心的庸俗者 好了 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话记得关注点赞加评论 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